福建一男子服刑11年,父母却一次也没来探望过,一个偶然的怪梦,意外地帮男子揭开了隐藏30年的绅士之谜,男子名叫郑江家驻福建南安市,2005年,他累了帮朋友出头和朋友一起大打出手,失手将人打成重伤,由于伤势过重那人在送往医院的途中不止身忙,被捕后两人被法院判决死刑,缓期两年,当时郑江才刚刚23岁,听到判决后他瞬间吓傻,意识到自己犯了很大的错毁不当初。 在狱中他痛改前非积极改造,因表现出色获得了多次减刑机会,由死刑改判为无期,在这之后郑江更加努力积极表现,又由原来的无期改为有期徒刑20年,郑江不仅重新拥有了生的机会,甚至有了重新回到社会生活的希望,郑江自然是十分感恩,在狱中表现得更加积极,逐渐在里面度过了11个年头,然而有天开始狱警突然发现,郑江变得与之前好像判若两人,看着心思沉重沉默寡言。 和狱友之间因为一点小事就爆发争执,感知敏锐的狱警察觉出了他的异常,这样持续下去也许就会前功尽弃,于是赶紧找到他进行谈话,而郑江说出的原因让狱警有些不可置信,他变成这样,竟然全都是因着一个梦,梦里他身处在一个雪地里,有个女人紧紧地抱着他,他清楚地知道那个女人就是他的母亲, 可怪就怪在女人的长相,和自己现实中母亲的样子完全不一样,并且他家住在福建南安从没见过下去,可梦里的雪景却是那么的真实,简直就像是自己真的心身经历一样。 这个奇怪的梦弄得他心神不宁,在此之后他又经常梦到,跟一个比自己年纪大的男人在自家门口玩,但那个家,和他从小在福建长大的房子完全不一样,梦里的家门外还有一条蜿蜒的小河,根据最近做的这些梦结合从小到大的家庭经历,不仅怀疑起了自己的身世,感觉现在的父母或许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,这些梦也并非是真的梦,而是他小时候的亲身经历,虽然因为做了两个梦就怀疑自己身世, 对于别人来看也许是有些荒诞,但郑江回忆起从小的经历,让人似乎也能理解他会这么想啊,记忆里郑江和父母几乎没什么感情,他们外出打工一年也不见一次面,郑江一直跟着爷爷生活,而爷爷在他七岁的时候去世,他又被丢到了姑姑家,自从去了姑姑家更是不受待见,因为心中一直对父母有埋怨,到十二岁他就辍学出去混社会,宁愿睡在桥洞里也不愿回家,青春期后因为无人管教他变得更加叛逆, 学会上结交了一群狐朋狗友为非作歹,99年年仅16岁的他,因为抢劫,被判了两年半的有期徒刑,02年出狱后他仍是不知教会,又因抢劫被判出三年半的有期徒刑,再之后就是这次,以失手制人死亡被判出死缓,在狱中他一直觉得自己愧对父母,积极地参加改造,但入狱11年父母一次都没来看过他,大家还以为父母是因为看到他做了坏事, 嫌他丢人故意疏远,提起这件事,就连监狱长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,子女犯了错见过父母有骂有打的,可这种连不闻不问的父母他们还是第一回见,监狱里举办的亲友见面会,别的犯人大多都会有亲朋探视,可唯独只有郑江一个人蜷缩在角落,看着非常的可怜,这也难怪郑江会怀疑自己是否是父母亲生的, 为了能让郑江安心地在里面改造,玉行打算帮助调查出他的身世之谜,当他们驱车来到郑江的老家时,却见到他们家大门紧紧地锁着,看起来似乎已经很久都没人住过了,没办法他们只能先门门附近的邻居打提一下,邻居说这家两夫妻一直在外面打工,突然有一天就抱了个儿子回来,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生的也没见半过满月酒,这下警察也起了疑心,郑江的怀疑很有可能是真的,他做的梦也很有可能是他小时候的记忆, 那为什么这些记忆以前没有梦到,偏偏等到他三十多岁入狱之后才梦到呢,这谁知道呢,毕竟做梦是谁都没办法控制的,也许这就是上天命中注定的安排吧,如果这件事一直没有解决,也许就会转变成他心中的执念一直压在他心里,肯定会影响他接下来的改造,为了郑江能够不受影响地继续前行改造,在民警的指导帮助下郑江写了一封求助信,信件顺利地被交到监狱长的手里,接下来监狱里进行了一场寻亲大戏, 可不知道他以前叫什么名字,也不知道他到底从哪来,线索只是郑江的几个梦,该从何处开始查醒呢,于是警方先利用内部的平台,对外发布了一篇文章,其中详细地描述了郑江在梦中的场景,还有几张郑江近期的照片,本以为这种大海捞针的行为反馈不是特别大,可任谁都没想到,当这条消息发布后当天,就有一百多通电话打进来询问, 经过仔细的筛查并没有发现符合条件的,就在消息发布的第四天,一个名叫张明英的回复引起了警察的注意,张明英目前住在福建省晋江市,老家是贵州前夕的,看到平台上发布的照片和自己哥哥十分相像,他还有个弟弟三十年前父亲抱着去赶紧,一时疏忽不慎被人抱走,那时候小弟弟才刚年满四岁,之后他们全家就踏上了寻找弟弟的旅途, 多年之后父母年纪逐渐变大,身体已经不能支撑他们在出门寻找,所以找弟弟的任务就落在了他们兄妹身上,我以前听说,当地被偷走的孩子都会被卖到福建,于是两人就赶忙赶到福建,一边打工挣钱一边寻找弟弟,这一找便是三十多年,他们也逐渐在福建成了家,生活中时常注意着警方发布的寻亲消息,本以为这么久已经没有希望了,没想到正好看到了这条寻人启事,发现照片和自己哥哥长得很像, 而且文章中描述的环境,跟他老家几乎一模一样,警方得知消息立马安排他们做了DNA,2017年12月12号亲子鉴定结果出来,张明英和郑江,确定是一脉血缘的亲姐弟,得知这个消息郑江仿佛在做梦一样,仅仅因为自己几个奇怪的梦而怀疑自己的身世,就真的在这么短的时间内,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亲人,时隔三十多年既然寻亲成功,那当然要让他们见一面,然而面对监狱的安排郑江却退缩了, 他毕竟是犯过大错的人,家人寻找了几十年的人却在这里面,他们真的不会在意吗,愿意接受自己有这样一个儿子吗,很快到了监狱为他安排的和家人见面的日子,郑江的内心非常害怕忐忑不安,而他却不知道,亲人们提早了两个小时到达监狱,一直站在见面室里等待着能和郑江见一面,早上九点郑江走了进来,之前一切的布兰随着和母亲的拥抱瞬间消散, 也许这就是真正的亲情,三十多年不见即便已经忘记了对方的长相,但血脉里连接的那股亲情,是时间怎么都无法斩断的,两个姐姐和母亲,他们四人久久抱在一起哭成了一团,也许语言在这个时候,都已经不足以来表达出他们内心的实感, 经过后来的交谈郑江得知,唯一的遗憾就是郑江的亲生父亲,自从父亲把他弄丢后,一直都没有原谅过自己,没等到这团巨石客就在三个月前不幸去世了,这件事也成为了他这辈子最大的心结,现今只能带着老爷子的遗照让郑江拜一下,郑江的姐姐和母亲还特地为郑江带了一个惊喜,他们算了算时间,郑江也快到了出生的日期,趁着这个几乎特地领备了一个生日蛋糕,提前为郑江庆祝一下, 没人知道这是他在被拐后的三十年,唯一一次有人给他过生日,郑江非常的感动,他许了一个能让妈妈长寿的愿望,希望自己出狱后,可以照顾妈妈更长时间,郑江终于重新感受到了真正的惊奇,原来有人从来没有放弃过他,并且一直盼望着他能回家,也许没有被拐的经历他也会健康快乐地长大,后续的这些事情也不会发生,愿天下无拐,本期故事到此就结束了,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。